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纯农历四到五月随着新总统上任后会有一场政治纷乱 七八月还得严防金融风暴 入冬后台湾经济才有机会慢慢变好 势必也将牵动大佬布局 严代表农 这边大佬财 农淡三合 所以他对来扩展 今年会赚 还是会赚 就算景气大不好 今年赚 尤其是台积电启动西境 让张伯乐也按命理分析大佬猴年运势 除了台积电董事长张忠摩 也有机会延续扬年好运 郭泰金控董事长蔡宏图运势也很旺 今年盈运甚至有机会超越去年 至于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则建议投资最好 谨慎保守 郭老板在今年当然名气声望还是很旺 那郭台铭的台字啊 这个台字代表猴年猴子啪啪脚 代表他对外的扩展会产生比较不顺利的现象 但他气族心仍是旺盛的 简单来说2016将呈现上半年动荡 下半年逐渐回稳态势 是真是假就看你信不信 三新闻采访无可言台北采访不懂